停车场出口 方浩没想到骑尘会拦车 他只好让他上来 没办法 只能先做八条无情的渣男了 方浩直接道 上次的事 我不说 你不说 就当是酒精惹的祸 大家相忘于江湖 不是很好吗 你难道要来真的吗 我奉陪不了 我也奉陪不了 我是私人请求 再去给我爷爷奶奶看看病 然后我就不拦你了 这不会耽误你多少时间的 方浩问 真是看病 不是那种事吗 当然 我来亲戚了 也不能有那种事 骑尘脸上火热火热的 比这两天 过年用的红纸都要红 方浩想着郭向东的母亲 还需要靠骑尘关照 他也就没有推辞 再去骑尘爷爷奶奶家 给老人拜拜年 也给他们诊查一下 两个老人都有点发热 背脊也时不时发扬 但又没有看到明显的疹子 别的情况和过年前没变化 骑尘见方号结束了 他没说原因 喝杯茶就要走 他跟出来 上车 道 我爷爷奶奶的身体 有什么问题 我也是医生 虽然医术不如你 但我也有预感的 他们是生病了 可能并不是什么大毛病 你明天带他们去医院 做一个病毒筛查 然后用对应的抗病毒药 问题应该不大 过年了 食物方面 卫生不注意的话 病毒会从口入 道理你应该懂 病毒是食物中毒吗 不一定是中毒 但因为你爷爷奶奶 他们吃的是野味 可能吃尽了陌生的病毒 当然 这种病毒 是比较温和的 你应该知道 他们吃了什么吧 我不知道啊 我们在酒店吃的年夜饭 都没有野味 等等 他们初二出去 都会朋友了 还在朋友那里吃饭 不会是瞒着我们吧 你想想 你爷爷朋友 是干什么的 应该不难猜 他们家有一个 私人酒楼 有开展私房菜的业务 说不定就有野味 你能知道 他们吃什么了吗 我怕问了他们之后 他们敷衍我 应该是野生蛙类 你去问他们吧 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 你都带他们 去医院做一个筛查 在温和的病毒 始终是病毒 一旦是我们人体 没有免疫力的 那是什么后果 我们都不知道 方浩电话响起 是郭兰打来的 他就说 正在回去的路上 快进高速的时候 方浩又意外 接到张玉的电话 他道 我马上就要上回 江东的高速了 我那个 在临海的女儿 她过得怎么样 能不能让我们妇女团聚 这个是见面在说 现在跟你聊片心眼的老不死 你知道她的情况了吗 听说了 但所有的都是陷于纸上谈兵 没有见到真人 怎么 她要回江东了吗 如果不想我医治 那就别送来省人医 否则 我推辞不了 老好人 老娘看不惯你的地方 就是这一点 什么人都就 你累不累呀 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到了我医院 我再不救人 那就太不是人了 张教授 你的人我也救过 不是吗 你想救救救吧 我倒是看看 偏心眼的会怎么报答你 会不会挖你祖坟 挖我祖坟 至于吗 我祖上十八代 都是农民 他们可没什么值钱的陪葬品 方浩冷笑 又到 言归正传 照你这么说 张玲为首的医疗团队 对张神医的病情束手无策 快要回江东了 这个年就这样过了吗 我早跟你说过 张玲不过是半吊子半桶水的本事 如果不是偏心眼的做出 太偏心的是 现在张玲的一切都是我的 而我会把这份事业做得更大 你们的恩怨 我也不好评论什么 目前张玲还没有救人的事 联系我 具体又会是什么情形 我也不好预判 你也要回来吗 我不回去 张玲找你的时候 你给我要一个东西 他手上拿着一本扁鹊医书 那是曹操手下的摸金校尉 偷偷私藏的 死后带到了墓穴里 然后被张家的人挖了出来 一本医书 就这么简单吗 你先要倒再说 看来你很看重这本医书 那他肯定也看重 他要是不肯给我 只让我借阅 又怎么办 那你就派下来发给我 然后我就把上次那本医书的 完整版全给你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 方浩忽然有个猜想 或许他找到张神医的一刻 张玉就已经想到了套路他 借助他的手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比如这本扁鹊医书 老银逼 你太会算计了吧 方浩见张玉挂断电话 他也专心开车 以最快的速度回了江东 或回来的挺快 又超速驾驶了吧 郭兰见方浩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用想他肯定超速了 当然这种违规不会找到他的头上 唐湾姐弟他们会处理掉 俗话说 只要脚趾头方向是朝着回家的方向 那感觉时间会过得很快 归心似箭吗 方浩放下钥匙 去洗手间洗了手 见父母和孩子都已经睡了 但郭新睿在他书房里 他没进书房 而是过来抚摸着郭兰的运堵 能非常清晰地感应到三个小家伙的心跳脉搏 都很有力 回卧室 方浩洗澡出来 上床陪着郭兰 问 你们家那边有什么事为难你吗 这时候他们想起你是医生了 让你去四九城一趟 给张神一瞧一瞧 如果你能救醒他 那他们就长面子了 不过 我说你不会过去的 应该让张神一来江东 媳妇就是向着我 我的确不会离开江东 因为我父母和你 还有孩子们都在这里呢 方浩看看时间 到这时候 你爷爷奶奶应该还没睡 你可以给他们打一个电话 告诉张神一 可能中的是什么毒 一种叫做碎眼的毒药 如果张家有能人的话 应该能解 这样 爷爷奶奶作为提供关键线索的 也是提供一件 爷爷奶奶可能不太愿意 领我的情 我去跟小姑说一声 他在跟那边的人汇报 似乎更好 郭兰果然出去 跟郭新睿谈谈着事 方浩也想过去 可苏柔的视频进来 他就去到阳台 接起 老公 我明天回去 你到我家里 我有悄悄话 要跟你说 苏柔要回来了 方浩并不在乎苏柔说的悄悄话 而是他回来 释放的信号 他在苏家的时 可能已经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要回江东 搞事情了 也有可能是他背后的组织 从张守天这件事上 重新定位张裕 苏柔是排头兵 利用他和方浩的关系 搞一波大动静 找出张裕 也有可能是他这段时间 在首都风头太热 正好回江东冷却一下 方浩一下子想了很多 很多 那边 郭新蕊听到 郭兰的话 他很想知道 碎眼是个什么毒药 可他还是忍住好奇 先遵从郭兰的建议 给父亲母亲打了电话 让他们去告知张家 郭知鼎和宁斯亚 一听碎眼 这个毒药的名字 先是不明觉历 但又凭他们的直觉 觉得张守天 应该就是中了这种毒 于是赶紧跟张家 医疗团队联系 郭谢蕊打了电话后 去找方浩 发现他在阳台抽烟 他收紧一下睡跑 道大晚上还抽烟 不想睡觉了吗 我可是听蓝丫头说 你忙了一天 可悠着点 别中年腰折了 的确是忙了一天 一台脑肿瘤的手术 差点开年黑 方浩见郭新蕊冷 就熄灭了烟 从阳台外面的房门 进书房 他道 你打电话 告诉那边了吧 怎么个反馈 郭新蕊为方浩的 体贴而感动 内心如壮碌 脸上不由的生热 他暗自称奇 在四九成 不少人向他献殷勤 小到每日送花 再到送戒指 送车送房 包下京都大广场的 巨富大瓶 向他示爱 他都不屑一顾 可方浩这个小细节 却让他感天动地 人啊 只有背对的人感动 可惜了 这是郭兰的男人 他道 我没接到回复的电话 但他们肯定会跟张家说的 到时候张家没能治好 也就会找你 不管是让你去京一趟 或者送来江东 话说 这个碎眼是啥 听着很厉害的样子 是个治疗失眠的好东西 你哪天睡不着了 可以尝试一点 那不就是安眠药吗 可张神医怎么还不醒来 张家那么多医疗高手 也不能唤醒吗 普通的安眠药 只是辅助入睡 随着人体的代谢 效力逐渐减弱 过量则会致命 这个碎眼嘛 不会出现这些事 因为它攻击的是人的意志 让你睡着了之后 你就是想醒也不能醒 就跟进入梦眼状态一样 梦眼的持续时间也非常长久 足足达一年 一年 是的 一年的时间内 你每时每刻都在噩梦之中 摧残着精神意志 醒来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怀疑人生 那怎么解 即使唤醒中毒的人 受到噩梦侵袭的时间越短 对神志的伤害越小 我只是从资料上看到过 这种中毒症状的直言片语描述 但怎么解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见过 那如果张家要你出手救人呢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毕竟张家的人不是不知道 这种毒药的恐怖 如果他们都没办法 来我这里 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嗨 我怎么跟你这个小白科普这么多 早点睡吧 方浩打个喝歉 回房 洗漱之后 他将郭兰兰入怀里 道 刚才苏柔也给我电话了 他说 明天会回江东 到时候我怕他会来这里 见我爹娘 会很尴尬 无妨 他不尴尬 我也不会尴尬 明天 如果医院里不忙 我尽量回来 有我在 苏柔也应该更懂分寸 哈哈 就凭你 我觉得苏柔最不怕的就是你 这大实话说的 方浩有点善然 苏柔真的不怕他吗 视宠而骄 或许是吧 他道 这个事 我只能相信你了 要不 我顺应你爷爷奶奶的意思 我去一趟京城 可千万别 都说不能去了 那就不要去 如果这次不坚定 我爷爷更会觉得你是个立场摇摆的人 又要天天催你那六十亿了 因为他会看到你出钱的可能 那好吧 我打死不去京城 其实通过刚才在林海那边的手术 我似乎有些医术的领悟 明天会安排一台差不多同样的手术 好好再研究一下 你倒是精益求精 不断进步 那我也要努力了 怎么努力 下一胎给我来个四胞胎吗 这可不是我努力就能做到的 也要看你 可遇不可求的是 只能睡应自然 哈哈 次日 方浩刚到医院 也就接到张琳的电话 方浩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研究了一夜 我爹的情况 还真符合碎眼的症状 可我们尝试了三个方案 都不能让我爹醒来 这次只有请你过来了 果然来请我了 方浩就道 我也是偶然间 从一本医书上看到的 不过 我并没有把握 拒解这种毒药 解药 或许可以 从扁缺医书上找到 你们尝试一下 扁缺医书 是的 碎眼在扁缺医书 现世的时候 是没有的 而在这医书顿时之后 碎眼就再次出来 似乎符合 明明相克的规则 当然 这只是我的揣测 我没见过扁缺医书 不敢百分百肯定 你们张家能人背出 应该能找到这本医书 我现在没有把握 去了京城 也帮不上你 方浩挂断电话 也就处理当天的工作 在手术室忙了一上午 他再回到办公室 没多久又接到张玉的电话 那边道 方浩 真有你的 竟然帮张玲那些砸碎 要不是你 他们永远都别想知道 我下的是什么赌 方浩则道 这么巧 我真的猜对了吗 这还不是你给我的医书 上面就有记载 我也看到了 这是不是也表明 我很听你的话 你给我书 我就认真看 现在 是否可以告诉我 女儿的线索 别忽悠老娘 老娘可不是张玲那些砸碎 你能忽悠她 拿出扁缺医书 去找解药 这个点子不错 老娘是没想到的 看来老鹰逼在张家也有人啊 方浩道 是吗 你要这本书 不就是想从上面找到解药的吗 不然 你为什么让我和他们做交易 这很坏我行医救人的原则 老娘要这本书 是想找出一味药 哈哈 别套路老娘 差点上当了 方浩 你在和老娘 玩这样的小心机 老娘就让你们妇女 永远见不到面 老娘把她送去张家村 她就出不来了 跟我玩心机的明明是你 你这样疑神疑鬼 这世界上还有你信任的人吗 所有人做点什么事 你都会觉得是要害你的 哈哈 你这样活着 就算让你长生不老 你不累吗 累呀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只要活着 就什么都会有 死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方浩 你太年轻 你经历的是太少 你不懂 哈哈 我也不想懂 人教人 教不会 是教人 一教就会 苏柔和曾灵天的事 还没给你深刻的教训吗 大过年的 你提这些恶心的事 做什么 方浩直接挂断电话 老阴逼 苏柔和曾灵天的事 都已经成为过去 你还提在嘴上 其心可诛 方浩 虽然很不爽前期的过去 可那都是木已成舟的事 他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接受 非要做一个终结 也许就是让曾灵天去死了 只是 现在让曾灵天去死 那就真的太便宜对方了 他抽了根烟 缓了缓情绪 继续投入工作 下午三点 张灵出现在省眠衣 让方浩有点始料不及 可也没多问什么 让对方进办公室 他给对方倒了杯水 道 你不提前打个招呼 我都没被好茶迎接你 张灵微微汗手 我来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怎么解碎眼 你真没有办法吗 方浩也坦白 我才学医多少年 见过的病人 都没你的百分之一 我接触的知识体系 都是你们看不上的 如果不是 最近医术遇到瓶颈 在古医书中 寻找出路 我都不知道碎眼 我没见过的病例 你让我怎么解读 说完 他伸出手 讨要医书 也是 我不能要求你 什么都会 不过 你终究年轻 有过人的聪明才智 如果你能找到解读的办法 不要隐瞒 张灵拿出一本古书 递给方浩 你只能看 不能复印 不能抄写 做笔记可以吧 可以 方浩接过来 是现状装订古本 就算新加了牛皮纸封面 可依旧遮掩不住沧桑的味道 他先是快速翻了一遍 已经记住了 可不想让对方觉得他太优秀 也就在慢慢阅读 一边做着摘抄笔记 两个小时后 他就将书本还给张灵 再来到窗户边 抽了根烟 他道 把神医转回江东吧 唯有八成的把握了 张灵瞳孔一宁 惊喜之余 也有些记淡放号的才华 他这么聪明 不会说满话 说八成 其实肯定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 他道 为什么不跟我入京 还是那些话 老婆挺着那么个大肚子 还有不足半年的早产 两个调皮成性的孩子 农村来的年迈父母 总之我离不开江东 此外 医不扣门 如果你们张家有诚意 完全可以将老神医转回来 这里是我的医院 我有绝对的话语权 在这里救治病人 我信心更足 苏柔奶奶 你别犹豫了 中了碎眼的时间越长 危害越大 病情耽误到最后 我也许就束手无策了 方浩看看时间 表示快要下班了 好 我会将我爹转回江东 就到你省人医 希望你一定努力 救治我爹 张灵见方浩没有任何松动的意思 他也绑架不了他 也就只好先妥协 方浩看着张灵离开医院 接着电话响起 是张玉的 他道 你倒是会找时间点 张灵刚走 他知道张玉有很多办法 监视省人医 张灵这么明显的目标 张玉绝对不会放过 那边直接问 扁鹊医书留下了吗 方浩道 怎么可能留下 这可是他们老张家的传家宝 能让我瞧一眼 就是最大的使舍了 不过才几千字 我已经背下来了 怎么交换 墨写下来 然后交给我的人 哦对了 张灵竟然要把偏心眼的转回来 你是已经找到解碎眼的办法了吗 你消息倒是灵通 没错 刚才看了扁鹊医书 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 让我格局大开 境界都提升了 于是便有了个不错的想法 但没试过 不敢说百分百 我跟张灵说 只有八成的把握 他信了 八成 厉害 换我也会信你 方浩 我可真是小看你了 我还以为就算你看了扁鹊医书 也不可能这么快找到办法的 欧有所得 侥幸罢了 解读的办法本来就在书里 我只是看出来而已 并不是我的创造 张玉 根据平衡原理 你的返老还童 肯定也有问题 让我看看你 再把你的研究成果分享一下 说不定我能给你一些启发 你有一个苹果 我也有一个苹果 大家交换得到的还只是苹果 可是 如果你有一个思想 我也有一个思想 大家互相切磋交流 那可能大家就有两个思想了 踏山之石可以公寓呀 我得考虑一下 你只是想到了办法 但能不能让偏心眼的醒来 还是另说的 那边挂断电话 方浩开始拿来陈旧的宣纸 稍微检查一下 也就把扁鹊一书默写上去 不多会 几千字写完 方浩收好 就收到郭兰的电话 告知的内容 却让方浩皱眉 因为他父母晚上 在周芬家吃饭 他就道 你应该知道了 苏柔已经回来 他是想这样 见我爹娘 博取我爹娘的同情 谅姐 回头我给爹娘打电话 让他们回来 也不要听苏柔的鬼话 那倒不至于 大过年的 苏柔就算再有心计 也不会对爹娘不利的 你下班 就直接回家 别过去添乱了 明白 方浩收拾好东西 也就离开医院 在小区楼下车库 他刚停车 就发现 那对林海的双胞胎美女 也来了 张浩这个老鹰逼 如此心急 他拿出一个文件袋 对那双胞胎美女道 这是张浩要的东西 我要的东西呢 浩哥 这就是张教授 让我们交给你的 美女递上一个文件袋 方浩先检查 确定是上次 医书的完整部分 他能够融会贯通 于是就将自己的文件袋 递上去 浩哥 张教授还说 如果浩哥有特别的要求 比如在车上 或者让我们在车头 我们都会非常配合的 我们随时 公浩哥享用 方浩自然不会那么做 挥手让他们离开 回到家里 他问妻子 道 我爹娘怎么还没回来 他们去见苏柔的话 不会不提前给你我说一声 郭兰则道 刚说 娘打来的电话 说见到了苏柔 他们并不知道 苏柔在那里 见都见了 总不能马上回来吧 不过 苏柔也的确用心了 见面就给爹娘跪下认错 哭得很惨 他俩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们也不是听到什么就信什么 还知道抽空给我打个电话 他们很尊重我呀 方浩则怀疑 苏柔可能 还有另外的算计 父母没有回来 方浩也不知道 苏柔到底都跟父母说了什么 只能等他们回家后 再询问 不过 很快 他的电话 就被张玉打爆 等方浩接通 对面直接骂道 方浩 你他娘的耍我 你给我的是什么鬼东西 你以为我没见过 扁缺一书吗 方浩则不急不慢道 哟 你见过吗 那你告诉我 我写错什么了 你用小撰写的 我能看得懂吗 你给我的一书 不也是撰体吗 你看不懂 骗谁呢 问题是你怎么没加标点符号 你一把年纪了 不加标点符号 就看不懂了吗 那你也没写权 只给了我一半 你此前 也不是一次给权的 放心 我会给你的 我只是时间很忙 等我闲下来后 再慢慢默许 去你大爷的 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你也别激动 一把年纪的人了 要是被气出过中风 那就不妙了 方浩见电话挂断 他嘴角冷抽一下 老阴逼 你也有今天 晚上八点 父母回来 方浩见母亲在看锅栏 他就道 妈 你有话就说 这时候 父亲上前 朝方浩瞪眼 道 臭小子 你给我跪下 锅栏吃惊 爹 你这是要做什么 方浩看得出父亲 是要发火 他只能先跪下 道 爹 我做错什么了 你现在没做错 但不代表 以后不会做错 记住 你要是敢对不住锅栏 我跟你没完 没事了 你起来吧 就这样嘛 方浩道 我当然不会对不住锅栏 锅栏也松一口气 也怕公共有什么加法 对付方浩 他让公共先坐下 问 方浩没对不住我 你这么大火气 是怎么回事啊 你来说吧 父亲将老伴推出来 母亲道 刚才素肉跟我们说了 和浩子的过往 他说 此前忙着做生意赚钱 忽略了浩子的感受 才走到离婚的地步 他说 以后会改正 他的问题 可不是这个 方浩心想 郭兰若有所思 问 娘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 他和浩子的事 是年轻人的事 我知道怎么管 我希望他们两个 不要亏待孩子 也希望 他不要做伤害 你和浩子的事 娘 你放心 我和方浩 会继续走下去 我对天天 他们也会视如己出 不会让孩子 缺少爱的 苏柔的事 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他是民事理的 不会做不对的事 郭兰嘴上这样说 可心里却有些隐忧 苏柔这样的示弱 至少在爹娘这里 不会引起反感 以后在和爹娘的接触中 苏柔可以慢慢拉拢他们 方浩 让父母不要多想 他知道怎么做 见孩子们出来 找爷爷奶奶玩 他就不多说这些 去书房看看书 不多会 母亲进来 他道 趁着蓝丫头洗澡 娘来跟你说句话 娘看得出 苏柔心里还有你 如果有机会 她还是想和你在一起 现在你给娘一句准话 你是怎么想的 妈 你也没糊涂 方浩道 这还能怎么看 我肯定是和郭兰在一起呀 我和郭兰结婚了 这是被特别保护的婚姻 不能轻易离荡 再说 我和郭兰现在很默契 有着共同经营家庭的决心 他让母亲坐下 再道 娘 苏柔的是 你们只看到了表面 对于他这个人 你们一点都没看透 他在京城那边发大财了 他手里的财富 是我们的十倍百倍 他的聪明才智 远超我们的想象 我们想一步 他却能想十步百步 今天他给你们下跪 给你们解释了 和我的分歧 日后他就会用低姿态 靠近你们 等你们完全接纳他了 他就会跟郭兰摊牌 挑拨你们 和郭兰的感情 你们城里人 花花肠子就是多 我和你爹要回农村 你看初八 还是初十 就送我们回村吧 老家那边下雨了 不知道 被子长没了没 娘 你什么时候走 你去跟郭兰说 他同意才行 方浩打了个皮球 你这孩子 在城里住久了 心眼也多了 挺好 这样 我和你爹就放心了 你不会那么吃亏 母亲按着方浩面前的书 又到 别钻书里了 郭兰这时候 身体不便 你多去关心关心他 书不会跑 什么时候看都一样 知道 我这就去看看郭兰 方浩听话 和母亲一起离开 进入卧室 郭兰听到方浩敲门 才打开浴室门 问 你怎么来了 我帮你洗 方浩闪身进去 再晚点 郭知鼎打电话进来 明着是询问方浩 有什么办法治疗碎眼 实则是抱怨方浩 藏着掖着 应该对他们老人家 直言能治好碎眼 然后来京 给张守天治疗 方浩随意说着 不主动找话题 很快就以信号不好挂断 他回房时 对郭兰道 你奶奶 估计坐不住了 很快就要来江东 至少会过完十五吧 因为宁家那边 每逢十五 都会有一个聚会 奶奶不会错过的 过了十五 也行 那我就把去护海的时间 往后安排 方浩 想早点解决护海的事 毕竟秦淑贤 还在养着伤呢 每次去看他 都会被敦促 而他看着他 也会想着 早点帮上忙 如果归期再晚一点 就要和龙抬头重合 到时候恐怕忍不住会带上黑玉班纸 出席长生天的圆桌会议 进入一个陌生而强大的组织 就会有太多未知的风险 要么赚得盆满钵满 要么赔上一切 最后可能一无所有 一夜无事 次日方浩在医院 接收了很多年前出院的老人 因为他们在过年的这些天 应酬过度 加上湿冷天气 身体都有些松垮 心里都有些慌张 需要回来再调养一番 需要方浩给他们健康的结论 他们才会宽心 方浩忙到中午 手下的一个副院长来报 张守天要来了 他让人组织接机的工作 等飞机降落楼顶 和众人一起 把昏迷的张守天 安置到特户病房 他没有大意 尽管初步诊查的结果 和他的猜想完全一样 可他还是很谨慎 仔细给张守天 做了全面的检查 几乎等所有的数据 都出来后 他才着手唤醒对方 看着张守天 已经恢复正常的大脑活动 可就是不愿睁眼醒来 他就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 转头低声对张灵儿语一句 然后留下张灵 让所有人都出去 方浩他们站在走廊外 并没有离开 不一会儿 他就听到里面的谈话 张灵道 爹 没有别人 只有我 你可以说话了 爹 还装什么 都让人看出来了 张守天道 这个方浩 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 这样的人 此前怎么会默默无名 不会是张瑜安排的妻子吧 张灵道 一个人再厉害 也需要有舞台来施展 方浩很有才华 他也很勤奋 可非运不能自打 他的儿女 被张瑜的人绑架过 他也是 在寻找张瑜的过程中 找到的你 应该不是张瑜的人 如果非要怀疑的话 张瑜可能已经联系过他了 不过我相信 他不会被张瑜收买的 张守天道 方浩能不能为我所用 张灵道 正在努力拉拢 但是他很自负 我们的条件 满足不了他 现在他掌握了 江东道上的势力 想要强压他 我们需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 会被第三方占了便宜 得不偿失 他的事先放一放 还是先关注张玉为好 爹 你有感觉 当时是怎么中毒的吗 张守天道 没有特别的印象 但碎眼这种东西 只有从口入这一条途径 回经那么多天 可能第一天就中招了 而到了除夕那一晚 才发作 张玉这个小贱人 他有这个本事 张灵道 这么多天了 没有他的半点线索 他很有可能 就在我们身边 这可如何是好 张守天道 不用担心 我已经把他得到 长寿秘诀的事 散出去了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 帮我们找他 只要他暴露 我就有办法收拾他 我会装睡几天 你趁着这些天 尽量收服这个方号 这种民间的天才医生 没有什么背景 不被我们所用 那就要被别人抢走 张灵道 好 外面的方号 又听了几句问候的话 里面就停止了交流 然后张灵出来 他心存 张灵 就你们张家的德行 还想收服我 他让张灵安排陪护事宜 便先走开 张灵没多说什么 安排好陪护的人 他就跟方号回办公室 方号等秘书 倒好水出去 他就直接对张灵道 怎么样 老神医没问题吧 张灵道 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之内 没有大问题 我相信我爹 随时都会醒来 还装 方号没揭发 道通过治疗 我对碎眼这种毒素 又有了一些见解 当然对扁鹊医书 也更感兴趣 不知道他有没有姊妹片 或者你们得到这本书的时候 还有没有得到别的 方号 这是我们张家的机密 如果不是张家的人 我是不会搞知的 你这也藏着掖着 又怎么让人安心加入 你们张家呢 猎人都知道 不见兔子不撒鹰 空手套白狼 终究是想得美 方号接着诱导 我已经在让人留意 民间考古高手的医书存货 只要有想出手的 我都会高价购买 我们医疗体系 从三皇五帝时代 就开始萌芽和建立 经过数千年来的研究完善应用 肯定在某些方面 达到过非常高的地步 可惜 这些高端的没流传下来 至于为什么会只有基础的体系 流传下来 我则百思不得其解 张灵道 疾病 在每个时代都不一样 比如现在社会出现的 艾滋 一些肿瘤 甚至一些简单流行病毒 在古代是没有的 简单的基础医术 能解决大部分疾病 所以能作为基础 而传承下来 当然 基础医术 并不完全简单 很多从医人员 光是学习一些小类的基础医术 就足够他们付出毕生努力 而一旦习得一些皮毛 已经可以开膛设诊 事实上 大家的基础都打不牢 又如何涉猎更高级的医术呢 方浩身以为然 张灵又到 顶尖的一家 后代都不怎么行 符合现代化的商增原理 所以 流传三五代后 后人不再具备 行医天赋 不少医术典籍 都被用来做陪葬了 我们只是不想 这些典籍深埋地下 所以将他们找出来 妈的 把盗墓说得这么名正言顺 还是头一回听到 方浩道 怎样才能跟你们 共享这些医书呢 除了加入你们张家 为你们张家 卖命这一条路 你是聪明人 你会不知道怎么做吗 哦对了 小柔回来了 你和她谈过吗 她昨天回来的 但我很忙 还没有去见她 天之风灵号别墅 是小柔的了 以后你想去找她 就去那里 张灵将一把钥匙拿出来 抛给方浩 方浩抓在手里 笑问 为什么要给她 这么好的房子 这是她应得的奖赏 不管是苏家和张家 像她这么优秀的孩子 凤毛麟角 你和她 本该是强强联合的 可惜 你们离了 我和苏柔的事 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 别人无法感同身受 你也别掺和进来 否则 只会越来越添乱 我和郭兰 已经结婚了 她现在也有身孕 希望你们不要搞事情 方浩不想 和别人谈苏柔 转到敏感的话题 到 老神医被人下毒这事 你们抓到凶手了吗 还没找到 碎眼这种毒 本来就与众不同 能下这种毒的人 自然也非凡人 是张运吗 是的 我们也怀疑她 甚至不用调查 也能推定是她 毕竟论对张家的熟悉 尤其是对我爹的了解程度 没有人比得上她 能伤害我爹的 也只有她了 哎 日房夜房 家贼难房 那你一定恨不得 将她抓出来 然后拆她的骨 喝她的血了 抓住她的话 记得跟我说一声 我也看看 她到底是什么人物 竟然如此犀利 方浩又和张玲 谈了一会 在她离开后 她就给苏柔打电话 老公 你猜猜我在哪里 你不会到我家了吧 你别搞事 在郭兰面前 给我爹娘下跪诉苦 会很没品的 我爹娘不知道你的事 你不想他们知道 那就不要再编织 更多的谎言了 瞧你说的 我是不懂事的女人吗 我就是来给孩子们 发个红包 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你不欢迎我 等会我就走 本来跟你有很多话要说的 现在没心情了 我陪孩子们去了 懒得理你 那边就将电话挂断 得知苏柔在家 方浩快速安排好医院的事 提前下班了 她回到家中 看到父母和郭兰的精神状态 都很好 没有和苏柔黑脸 她就松一口气 而苏柔在逗着老三老四 不亦乐乎 随后周芬也到来 一起吃个晚饭 虽然大家各怀心事 但都深藏不露 气氛倒是融洽 饭后 方浩在书房 苏柔进来 老公 你怎么好像不欢迎我回来 我说让你到我家来 跟你说点悄悄话 你怎么不来 苏柔微笑 直勾勾地盯着方浩 她本想过去 直接坐在她的腿上 可方浩指着面前的椅子 让她坐 她也只好听话 方浩也看着苏柔 发现她在首都那边 应该是应酬多 缺少锻炼 脸上更加圆润 随着哺乳期过去 她的双风 没有此前的那么巍峨 可依旧坚挺无双 这个妖精 她道 你老实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 而不是在那边 继续活动关系 我想老公了 你连我都不说实话 那你可以走了 我没说完呢 我的确是想老公你了 如果你不信 我可以把心拿出来 让你看 我心里有你 方浩不知可否 等着她说下半句 果然 苏柔又接着道 我爸一直让我去相亲 特别烦 我只有老公一个男人 不会再容得下别人 方浩喝茶 只听不表态 苏柔继续道 当然 还有一个因素 有人看不惯我太出风头 想要给我点颜色 我不想把事惹大 就回江东避避 那人看在你的面子上 不敢追过来 原来是被人惦记上了 方浩问 谁还能给你颜色 京城之花 圆美人 不认识 她怎么会因为我 而不追来江东呢 因为她家的一个老人 在你手上治过病 她就得不看僧面 看拂面 这次是她先警告我 给我实现离开京城 不然 就要让我难堪 我男人不在那边 受了委屈 只好灰头土脸回来了 苏柔将圆美人的情况 发给方浩 道 如果不是她三十出头了 而我还不到三十 否则 我在她面前 都抬不起头 她太美了 原来是圆成志老爷子的孙女 我的确 给老爷子诊治过 解决了她三十年的偏头痛 方浩 对圆美人没什么兴趣 在问 你背后的长生天组织呢 不支持你了吗 苏柔道 他们也让我暂避锋芒 原家也是圆桌会员 这就制衡了 我可以调用的资源量 有心打虎 却没趁手的工具 屠乎奈何 哦 还有 说到圆桌会议 龙抬头那天 说不定我还要和圆美人见面 所以 没必要搞得这么讲 她语气随机一横 再道 下次我再去京城 圆美人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我就要看看 到底谁给谁的颜色好看 苏家 张家 周家 还有长生天的一些帮助 素柔他有这个底气 方浩不想参与这种事 就道 你给我电话的时候 你奶奶刚走 他给了我一把钥匙 天之风 林浩别墅 他为什么要给你 我并不想要 但奶奶说 那是张家在江东的象征 如果我想借用张家在江东的资源 就得是那套别墅的主人 奶奶既然给了你钥匙 那是希望你常来跟我说说话 老公 我等你 素柔眉头无端促起 道 说到天之风 我想推了那两栋别墅 你同意吗 随便你 方浩知道 素柔是不想看到曾灵天和徐杰的别墅 因为在那里面 有他不堪的回忆 以前有多快乐 现在看着就有多后悔 他提醒道 其实 你也要小心你奶奶 他现在被张玉盯上了 把零号别墅给你 正是打算让你成为张玉的目标 张玉是什么人 你应该比我更有危机感 哦 说到这点 张守天的碎眼被我解了 他其实已经醒来 但是装睡 你要是去探望他 你得多留个心眼 碎眼 这就被你解了吗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 老公你太厉害了 素柔先是错愕 然后谋飞凤舞 喜上眉梢 你奶奶给的一本一书 里面就有解读办法 他们不知道 而已所以 这并不是我的本事 巧合而已 扁缺一书吗 这么神奇的书 回头我找奶奶戒约一下 戒约的时候 注意保管 因为张玉盯着这本书呢 要是从你手上 落入张玉手中 你奶奶会打死你的 方浩前倾一下身子 让苏柔也凑过来 他就低声道 姓林的怎么样啊 苏柔咬了咬牙 到林昭帝找了很多医生 想要复原他的性别 可都无能为力 如果不是组织内 圆桌会员的规矩 我早就曝光这个事 让林家丢尽脸了 不过 我已经给姓林的下好套了 只要他从林家的医院离开 我就让他后悔来到世界上 他握紧拳头 气得娇躯 都在微颤 方浩知道 因为缺少原装零件 又错过了最佳时间 不可能复原的 最主要一点 用不了多久 林峰习惯了心性别 思想就会接受 然后语言 行为 习惯 等都会跟着出现 心性别的元素 想要回去 绝无可能 他道 我之所以留他一条性命 是因为我不想他死的 那么痛快 还想知道他 当年给谁纳的投名状 而为什么偏偏是你 十一年前 你只是长得漂亮 出生江东的普通女子 你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等等 如果有人知道 你是苏星韵和张灵的孙女 然后为难你 他说着又摇头 道 可又说不通 如果是苏星韵的缘由 那对付你爸爸 不是更直接吗 苏柔眼睛一红 道 原来老公一直都想给我出这口恶气 我真是太感动了 老公 我现在就想和你做 做你个头 不分时候 我已经结婚了 国兰还这么大的肚子 我父母也在外面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那我明白了 我在忍忍 时间地点合适 就可以和老公做了 三句不离上床的事 和你没法沟通了 哦还有 最后说一句 苏如兰这个人交给我 你就不要给我图中搞事 你 你已经找到他的位置了吗 他在哪里 巴黎 方浩心存 那个巴黎寡妇 也不是没半点用 苏柔和方浩谈了好一会 就出去和孩子们告别 父母进来 逮住方浩直接问 你和他谈什么了 方浩知道父母的意思 就道 谈些生意的事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苏柔现在生意做很大 他这次来 除了想跟孩子聚聚 也就是想留一部分钱给孩子 我没要他的钱 因为我们不缺 不要钱是对的 不然 以后你就不好说什么了 父亲道 他怕方浩真拿苏柔的钱 那以后 以此为由 发难讨要孩子 那就不能拒绝了 你别犯错 郭兰家的情况 不是普通人家 你要是对不起他 有你好果子吃的 母亲则提醒一下方浩 苏柔来这里 也是郭兰同意的 你们不要担心 有的没的那些事 儿子我今天在医院很出色 你们不表扬一下我呀 方浩很叫苦 坐上了院长的位置 就该辛苦一点 才能把工作做好 既然累了 就先休息吧 父亲这样说 和老伴出去 方浩也走出去 看到母亲进入了厨房 和郭兰说悄悄话 蓝丫头 我问过浩子了 跟苏柔谈的是生意 苏柔想要给孩子钱 你等会问一下他 要是他对不上 你告诉我 我收拾他 方浩无语 母亲这就和郭兰 一个阵营了 他没揭穿 而是去看看孩子 陪他们玩一会 等时间不早了 就让他们洗漱睡觉 完毕 他也回卧室 郭兰也回来 脸上有着笑意 道 刚才苏柔跟你谈什么了 方浩道 有几个方面 苏柔在那边 得罪了一个 叫做圆美人的女人 被对方打压 他回来避避风头 这个圆美人 是我救治过的 一个病人的被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郭兰回忆一下 道 他能让苏柔 退走京城吗 我不相信 他是有一个圈子 里面的人 本是很杂 鸡鸣狗刀 只背不少 可不至于能对抗 有长生天支持的苏柔啊 方浩道 圆美人也有长生天的背景 所以 长生天那边保持中立 张苏嘉也有各自的问题 苏柔也就少了一账 只能回来 另外 他也是想回来 看周教授和孩子 他想给孩子一笔钱 做教育费用 他回来 也是想帮帮张玲 方浩片不说 做生意的事 郭兰就问 他就没提一些别的内容吗 比如做一点生意 我不是商人 不赚不擅长领域的钱 而且 现在真正能安身立命的 还是医术 不说要多强 至少要强过张玉 否则 我和你们都将危险 方浩将话题扯开 道 你跟爷爷奶奶提一句 让他们也小心一点 不要跟张神医走太近 不然 张玉疯狂起来 将矛头对准 他们两个老人 那谁也不知道 会有什么后果 郭兰眉头也凝重 虽然张守天 和张玉又妇女 这一层矛盾存在 可实际上 张玉下手得很辣 他非常不屑 可也很忌惮 战术上重视敌人 战略上藐视敌人 他到碎眼吗 不知 此前的岁月 就不是你们能防范的 岁月 的确 老人变衰老 本来就是生理现象 非常常见 可也不容易被人察觉 奶奶我倒是不担心 他相信你的医术 经常来找你指脉治疗 想要骗过你 也不容易 我担心爷爷 他可不肯向你服软 有病不会让你治的 未必 别人都能治的 也就没必要来找我 要是像张守天 这样的疑难杂症 别人不能治了 也就得试试我这个土炮 方浩这样想 到反正张玉 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了 疯狂跋扈 腹黑无情 我们不防君子 防小人吧 这倒是 锅栏上了床 关灯前 想到什么 到 哦对了 还有一事 娘想回村了 你怎么看 我送他们回去吧 老人还是舍不得挪窝 初十那天 村里有人请小孩的喜酒 年前说什么 都要我回去喝一杯 我就在老家住一晚 第二天回来 方浩知道 想要父母 适应城里的生活 得有一个过程 比如 在乡下能随便串门的习惯 他们就不会轻易改变 这边你不用担心 我会看好孩子们的 郭兰和方浩亲密一番 情绪上来了 他就给方浩吹一吹 四日 张慧应敲门 然后进去 见方浩在打电话 从他舒适自然的情形来看 应该是在跟黄一刀聊天 他看了方浩递上来的文件 是他去年带队到县城实习的情况 他看完了 就知道了方浩的决定 要他准备材料 职称和工资都会提半级 他道 这次不用我出去了吗 新年了 我打算开一些新的科室 需要骨干来负责 我要把这个项目交给你 所以你可以务实人手 成立你的团队了 方浩如此道 医院是他的 他要做一点动作 张慧应确道 我想回护海 别想回去的事了 我不放的 我可以给护海那边打电话 他们也不会再次接难你 方浩先定调 再细问 怎么想回去了 是因为我让你带队去县城 让你对我不满了 还是有别的难题 你说出来 我们商量着解决 不想跟你说 你让我留下 那我就留下呗 我虽然想回去 但接了这个工作 我就会全力做好 张慧应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拿了文件 也就出去 外面 叶南天 揪着一个青年的耳朵 进入办公室 方院长 这小子狗胆包天 你看怎么收拾他 让他长点记性 方浩抬头一看 那青年 就是叶宇晨 他微微一愣 过去扶叶南天坐下 他再道 这又是哪一出 我和这位大哥 没啥过节 我怎么能收拾他呀 叶宇晨不敢看方浩 不要说上次被方浩打了 就说江东 还是方浩的地盘 他不是过江龙 只能认怂 叶南天一巴掌 打在叶宇晨的脑袋上 道 在家里的底气呢 色胆包天道 竟然要向苏柳提亲 不知道苏柳是放院长的什么人吗 原来是这回事 方浩就笑眯眯 盯着叶宇晨 道 新年头头的 我不想搞事情 我给你两个小时 你能离开江东 那我就给老爷子一个面子 不动你 否则 我就让你变成叶公公 叶宇晨浑身一颤 觉得前列县那地方 嗖嗖的尽凉气 没有了外人 方浩就到 老爷子 你这样有点招人恨啊 小心他日后掀了你的棺材盖 叶南天道 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 家族的小年轻不懂事 就得给他们一点家教 不然 会被人笑掉大牙 方浩 你现在和郭兰结婚 也不能置身事外 你该去一趟首都 不急 郭兰家人那边 态度还很僵 我去了会更加激化矛盾 反而不美 你也知道 我拿不出那么多的聘礼 更不会入赘 所以 目前没两全之策 哈哈 都怪郭之鼎太贪婪 他的条件谁也不可能满足的呀 叶南天爽朗的笑了笑 接着道 其实 你和郭兰这样 算木已成舟 郭之鼎改变不了什么 你们就这样过 郭家又能怎么样 过几天 郭兰奶奶会再来江东 我再和她谈谈 会有转机的 嗨 家里的这点小事 也让老爷子费心 实在让我过意不去 方浩拿来垫子 让叶南天伸出手 他给对方把脉 叶南天也配合 他来这边 就是要看病的 道 老您要去处理 您家的事 不知道 会不会顺利 郭之山的事情 也波及到了您家 您寓意被调查了 问题不小 保守要上缴 三十个亿 一旦判定了 今年您家的日子 就不好过了 里面的积怨 就会爆发 方浩道 这是我并不知道 我一个小医生 也没资格牵涉国家大事 没错 不参与的好 叶南天乐了 方浩这态度 显然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他叹息道 郭家您家这些事 对我们来说 一时谈字而已 回头一看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家庭 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月缠这丫头 他的情况没有好转 林峰又那样了 一言难尽啊 老家伙 还有这个目的啊 方浩道 我听说了 叶月缠的情况 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 可以将他转过来 我尽力医治 林峰的事 我就没那个本事了 让林先生另找高人吧 有你这句话 我就可以让月缠回来了 就是林昭帝 一直不肯点头 方浩 你有好办法 让林昭帝 同意月缠回来吗 老爷子 你的意思是说 林昭帝 一直在阻挠 叶月缠回来吗 这是为什么 就是他不同意 所以月缠才不能回来 因为他怕月缠回来 知道林峰的事 给他们林家 带来更大的混乱 要说服林昭帝 也很简单 你只要告诉他 张神医已经醒来了 张神医醒来了吗 叶南天剑方号 如此淡定 他就为枝一愣 随即眼神更亮 道 那我就能让林昭帝松口了 你比去年更了不得 哦不对 或者说你本来就非常厉害 不用这么给我戴高帽 方号谈话间 已经谈出了 叶南天的身体情况 毫无例外 都是回去过年的生活带来的 不管是美酒佳酿 上好佳肴 或者是劳神应酬 诸如这些因素 让叶南天的身体出现了超和 他道 问题并不大 住几天院就能康复 他收起垫子 然后带着叶南天 去住院部将对方安排进特级病房 忙完这边之后 他又接了几个特别的病人 特别是张玛丽 张玛丽年前回了一趟沪海 为新年龙抬头的圆桌会议做准备 所以身体也超出负荷 没有外人 张玛丽就道 张守天的碎眼 你有办法解除吗 已经解了 被那个号称张玉的人狠狠骂了一通 我反而里外不是人了 已经解了吗 可我听说 他还没有醒来 这是为什么 只可一会不可言传 文言 张玛丽微微一愣 却已经明白 其中意味 他给方号竖起一个大拇指 赞道 你比我想象中更厉害 比当年的张玉耀更加惊艳 如果让你得到长生天的资源 你研究长生之术 恐怕早就实现了 又一顶高帽 可惜 这是个坑 方号道 话不是这么说的 碎眼的毒 不全是我的功劳 主要是张玲老太太 给了一本医书 里面就有解救之道 我只是用了老前辈留下的法子 不敢贪老前辈的功劳 他话锋一转 到你们低估张玉的本事了 他这些年 已经集合了过去的大成医术 早就登峰造极 已经实现 从衰老到年轻 这点 你这次回去 应该能感受到你们组织里的态度吧 的确如此 组织里有人 似乎得到了某些信息 又开始崇拜张玉了 现在似乎都知道 他烦老还童了 可有谁见过他吗 没有 反正我是没见过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有人顶替他 拿着他的名头 出来招摇撞片 混淆我们的视线呢 我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方浩很谨慎 毕竟能提供那些医书的人 还能接连下毒杀人 不管是不是真的张玉 这个人都相当危险 他和张玛丽又聊了聊 就去另外的病房 午前 李栋媳妇过来运检 也给方浩 带来了丰盛的美食 让他盛情难缺 午后 他开了个会议 给全院员工 做一些新年动员 接着 他去忙了一台手术 然后还将病人 安置在住院部 他往主楼走的时候 意外的在廊桥 碰到张景 这老狐狸 也是张玉要杀的人 还是去提醒一下他吧 他打招呼 看看周围无人 便道 伯父 这段时间 我听说 有人要对你不利 我觉得 你应该离开江东 避避风头 张景清亨道 还有什么地方 比江东 更让我放心的 张玉想阴我 让他放马过来 看来你知道 可这个张玉 他能害你们的老神医 再把你当作下一个目标 你就有很大的风险 我觉得 你还是该狗一狗 方浩见张景 从精美的铁盒子中 给他拿出一支烟 他接过 闻了闻 赞一声好烟 然后点上 他道 伯父 你和张玉 到底有什么恩怨 让他非要对你行不轨 张景也抽一支烟 道 这是要从我和你伯母的事说起 张玉说 给我一个女人 就是你伯母 这是 我听死去的曾凌峰说过 当年伯母很优秀 可和你一见钟情 到现在 也依旧恩爱 是张玉的功劳 难道张玉提的条件 你没达成 然后他就觉得 你是叛徒 要清楚你吗 这么说 你见过张玉 现在再见他 还能认出来吗 见过 但他是魔鬼 有一千丈面孔 每次是人的都不同 你这个前妻很得宠 连灵号别墅都给他了 你伯母想你了 有空来家里坐坐 张景走开 方昊就看到苏柔 从另外的方向走来 艳丽照人 老公 你没事了吧 那跟我走 苏柔进前 直接邀请方昊 方昊息几口 再掐灭 道 去哪里 到我家吃顿饭 我妈也在 也有周家几个来拜年的 放心吧 我跟郭兰约过了 他同意你过来吃饭 苏柔见张景 已经走进电梯 周围在无人 他就更近一点 低声道 我知道郭兰的意思 他是测试你 看看你会不会 和我发生点什么 放心 这次就吃饭 不做那种事 你有这个揣测人心的功夫 不如多用来照顾 一下周教授 他老人家 最需要你的关怀 方昊也能想到 郭兰的意思 换成是谁 都会那样想的 当然 这也是苏柔的猜测 郭兰未必真的会检查他 所以 我来请老公了呀 因为我妈最想见你 今天你不跟我走 我就对你寸步不离 你回家 我也跟你回家 无聊 那我跟家里说一声 方昊回办公室 给郭兰打电话 问了家里的情形 然后才说 周分家宴的事 郭兰说 已经知道了 让他过去吃饭 少喝点酒 走吧 他跟苏柔离开医院 苏柔没有开车 而是做方昊的 他道 对了老公 刚才张景跟你说什么了 这是 方昊没打算瞒着苏柔 道 有人要针对他 所以我跟他提醒一下 让他离开江东躲一躲 可他没听我的劝告 说江东才是最安全的 苏柔就道 张家在江东经营这么多年 这里的确是他们的天下 跟他们的家一样 没有什么地方 比在家更安全的了 他不愿意离开 也可以理解 那是他自信过头了 江东是他张家的地方 可也是张玉的地方 张玉在这里杀人 不就跟在自己家里 杀只鸡一样简单吗 张景这点都看不透 那他就真的威仪 不过 我已经劝告过他了 他没听 我也没办法 就是 他不听老公的 他被杀掉 也是活该 活该归活该 可他也是张俊的父亲 我不想他们生离死别 我也没能力 阻止张玉 屠呼奈何 这样吧 你回头 跟你奶奶提一下 他比谁都了解张玉 知道怎么保护张景 好 这个我会跟奶奶说的 苏柔随口硬撑下来 他换个话题 道 等会儿见到我妈 不要谈我爸的事 明白 方浩知道 年前苏柔源跟周芬私下里 走通了程序 闪电离婚 然后又闪电班 跟姓张的那个女人结婚 让苏大公子得以进入苏家祠堂 不过 若是他问 我该说的 还是得说 毕竟 他没把我当外人 方浩又补一句 尽量别多说吧 两人随意聊着 不多会就到了周芬的别墅 这里已经来了不少人 外面停满了豪车 还有几辆白色拍照的 方浩进去之后 里面来的人不少 比他想象中的要多 甚至去京城的周龙也回来了 你妈妈在周家的地位 高了许多呀 方浩低声对苏柔说 他前几年在这里拜年 就没有这么多人 当然 周家的高层年会 他也没资格参加 这是因为你 苏柔如此到 将方浩带到母亲面前 然后就去挽着母亲的手 在母亲耳边细语一句 方浩耳朵很尖 听到苏柔想让母亲 把他灌醉 然后留他在这里过夜 这女人真不省事 方浩当没听到 过去跟周芬打招呼 也吐槽了 一通一愿的繁忙 随着方浩的到来 也就开始扑桌子 客厅挤一挤 竟然摆了三席 他谨慎一点 没多喝酒 没重苏柔的道 饭后 方浩跟着周芬来到书房 看到里面已经有几个人了 他便知道 这几个人是坐白牌车子来的 因为有郭兰办公厅的身份 所以方浩保持一份敏感 不谈敏锐的话题 和他们随意聊着 八点左右 他和周芬单独聊几句 然后就以家里有父母孩子为由 回去 苏柔追出来 道老公不多坐会儿吗 苏柔一切都应有度 今天已经可以了 机会合适 我会去零号毕书的 好吧 我等着你 方浩上车离开 周家的人也陆续离开 不多会就只剩下小舅妈在收拾东西 打扫卫生 卧室中 苏柔给母亲捏着肩膀 见母亲没反应 就道 不赞我一句吗 我知道 我没老公捏得舒服 可是你不把他留下 那就自然享受不到他的服务 周芬道 这么多人在 怎么能做得那么明显 你呀 也不要急在一时 我觉得方浩心里有你 只要时机到了 他会回到你身边的 婚姻 不过是一道枷锁而已 就算不能再复婚 还能时不时在一起 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倒是希望 老公用枷锁来套牢我 我绝对不会再离开他了 苏柔又道 妈 你对爸爸还有很深的怨恨啊 难道我该感激他吗 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让他把那一百亿给我还回来 那是方浩给我的钱 就算我不需要钱 那也得还给方浩 你爸拿着我的钱上位了 娶了那个小三 没道理 还占着那笔钱 他要是不给我 我就让周家停掉 和你们苏家的几个项目 如果你爸觉得 我的分量不够 我就让方浩帮我 周芬一听提到苏柏源 他果然就炸毛了 妈 你消消气 现在老公那边 被郭家追钱的紧 老公不能有钱 不然 以老公的性格 肯定会拿出钱给郭兰 间接便宜了郭家 同时 你也会害了老公 毕竟 这笔钱是张玉的 苏柔笑 知道母亲是什么脾气 她松开手指 改为清垂 周芬道 我没那么傻 我就是这么说 这笔钱是你的 我是给你要回来 不然 以你爸那偏心眼的做法 肯定把钱给你那两个弟弟妹妹 你说 你有长生天的支持 那这笔钱回到你手里 也算是间接回到了长生天 就没人针对你了 苏柔叹道 长生天不是铁板一块 里面利益体太多 无法平衡 没人能一举镇压 就算张玉出来了 恐怕也做不到 我曾经以为我可以 但了解越多 越发现我才是最弱小的 唉 妈 实不相瞒 这次我回江东 就是想拉老公进来 他支持我的话 长生天那边质疑我的声音 就会小很多 这些天 你多往老公那边走动 跟他提提我的难处 他一开始不会答应 但多几次 他就会放到心上 以后事机合适 他就会跟我打配合 我比他肚子里的小蛔虫 都要了解他 你呀 或许就是太了解他 所以觉得 他应该怎么怎么做 没太尊重他 可他也聪明 同样也比你肚子的小蛔虫 了解你 哦对了 说到这点 你不是说要再给他生孩子吗 怎么还没动静 前段时间没怀上 现在和老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 概率就小了 而且老公说 我生完老三老四 元气亏损 还需要调理一阵时间 这是急不来 但我肯定会再给他生孩子的 孩子 才是我和他最大的羁绊 只要有孩子 我在他那里 才能得到救赎 方浩回到家中 见父母都没睡 他就明白 父母在怕他夜不归家 他就到 那边来了不少客人 多聊了几句 结束后就赶回来了 爹娘 你们睡吧 父亲点头 浩子 我们商量了一下 出八就回去吧 郭兰怎么说 他同意了 好吧 那明天我早点下班 不急 后天 我们晚上回去也行 你也忙一天了 早点睡吧 文言 方浩也就没多说 各自回房 郭兰 在卧室中躺着 放着轻柔的音乐 整个人非常放松 他见方浩过来 就仰面和他亲了一会 伸手捏了一下 倔强的小方浩 想着苏柔这么消停吗 他推开方浩 有点酒气 先去洗澡吧 一会我帮你 果然 方浩无语 苏柔算计人的本事 可是越发增长了 可以安松一口气 要是刚才真听苏柔的话 公粮续不上 那就出问题了 洗漱出来后 他和郭兰恩爱 绵长持久 美不胜收 次日 方浩在住院部忙着 给老干部们诊查 忽然急救中心的主任 来电求援 几分钟前 一个青年被切了小老弟 然后丢在省人医门口 急救中心接收的伤者 主任一看这等情形 束手无策 只好求援 方浩过来 没进病房 就听到伤者 在嗷嗷痛苦大叫 进去一看 发现那青年 竟然是叶宇晨 他来不及多想 先问主任情况 得知 没有了小老弟 他也束手无策 就让人先给 叶宇晨一点麻醉 治住对方的疼痛 然后检查一下 再转移到单人病房 评出左右 他盯着叶宇晨道 我不是让你离开江东吗 你怎么没走 叶宇晨非常恐惧方浩 虽然愤怒 可已经没有勇气 面对面前的男人 盖上被子 不说话 得不到线索 方浩也就去找叶南天 叶南天 听到后辈的遭遇 他也很震惊 过去病房 看了叶宇晨 回来 他对方浩道 宇晨是在机场 被人带走 然后被关了一夜 刚刚被坐手脚的 方浩叹息而无奈 道 我让他离开 然后他遭难 恐怕我又要背过了 已经让有关部门调查了 也许很快就会有结果 也许根本就没有结果 楚孝的脾气不好 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要小心他 叶楚孝吗 方浩从某些隐晦的渠道知道 这是叶家的一个炸药包 火气很大 天不怕地不怕 谁都敢怼 对方知道了儿子被阉割 一定会暴走的 不过 这是在江东 因为找不到棒锤 方浩无法做接缝手术 他也没义务去帮忙寻找 让护士清理伤口 他就去忙别的事 张守天还在装睡 方浩也没揭穿 下午两点 方浩在办公室和张慧应等人 商议医院的方针政策 呼得秘书来报 有人在住院部砸东西 炸药包来了 他让人过去制止 结果派过去的人反被打爬 他就亲自去住院部 那个楼层已经堵了不少人 大部分是病人家属 他们在看热闹 方浩让医务人员 分开病人家属 让他们进入病房 再根据报告 打人的人 正在砸住院部办公室 他过去 看到里面一片狼藉 桌椅翻倒 电脑被砸烂 医疗档案也散落一地 一个身形高大的人 在里面叫嚣着 你就是叶楚孝吗 没错 就是老子 姓方的 我儿子被你淹了 要么你现在给他整好 你再赔礼道歉 要么就让我把你医院拆了 拆医院 我看你没那么大的本事 方浩上前 早就听说 你很能打 我早想找机会 领教一下了 现在 就让我试试你的本事 叶楚笑冲过来 直接攻击方浩的咽喉 可只觉得 眼前一花 他看不到方浩了 接着脖子被方浩所住 再看到方浩那邪魅的笑容一刹那 他觉得大为不妙 接着就感到 肚子被中击 巨大的疼痛 分明是肠子在打劫 剧痛 让他提起的力气 瞬间消失 眼前一黑 痛得晕死过去 这个人疯了 给他一点镇静剂 再交给警察 现场掀不动 等警察拍照 取证了再说 方浩制服了对方 然后再走向叶宇晨的病房 还没进去 就听到里面有女人在骂他 一口东北的腔调 一些他都听不懂的词汇 从女人的嘴里说得非常溜 厉害 他推开门 就看到一个颇有姿色的中老年女人 在隔空骂着他 而叶宇晨在床上哭得洗礼哇拉 他轻斥 我就是方浩 你看我是没屁眼的丑八怪吗 你 女人见方浩进来 发现很帅很年轻 他身后还有医院的血警 他判断撕不过 就给叶楚孝打电话 结果熟悉的铃声在方浩的口袋中响起 方浩拿出手机 丢在病床上 这是你老公的吧 他已经被我制服了 等待他的将是依法拘留和惩罚 你在闹 下场和他一样 女人道 不可能 楚孝怎么会被制服 你觉得他很强 是你们叶家的炸药包 可在我眼里 他就是个草包 江东不是他能撒野的地方 你们准备出院吧 回你们的手医 方浩没再多说 上去别的楼层 来到叶南天的病房 叶南天也被叶楚孝推了一把 他的情况变糟糕 心率有点不齐 已经用上了药 想到年轻的时候 他收拾叶楚孝一如反掌 可现在被对方一如反掌收拾 他就非常惆怅 方浩诊查一下 道老爷子 情况并不严重 不用担忧 谁无年老时 也不用多想 接受这个现实 才能活得轻松 不要羡慕年轻人 他们未必可以活到你这个年纪 叶南天想着也是 自己这个年纪 也算高瘦了 他道 叶楚孝呢 还在闹事吗 他已经被抓 闹不起来了 雨晨呢 叶雨晨也会被转回京城 这里已经恢复清静 这场闹剧的幕后主使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传来 方浩安抚住叶南天 然后接到李军的电话 李军带着人到来医院 奉命将叶楚孝行事拘留 方浩刚挂断电话 苏柔的信息进来 老公 来零号 我知道是谁策划伤害叶雨晨的 零号别墅 方浩就没了 知道如果过去的话 苏柔不会放过他 少不得一场瘫痪 叶雨晨和我有关系吗 谁干的他 我用在乎吗 我又不是执法者 方浩这样想着 打电话给唐婉交代一番 随即就打消 去零号的打算 先和李军碰面 办公室里 李军道 省局知道 有人在这里闹事 已经做了一个方案 加强这里的治安力量 同时 严惩这个闹事的人 他给方浩点上烟 吐一口 又道省局已经做了指示 这个夜处效可以享受 刑事拘留的套餐了 方浩道 就这是 够得着吗 够得着 他打人了呀 打的还是我们分局的同事 还在新年治安的大氛围中 完全可以从众处理 那就按你们的章程做吧 方浩淡淡一笑 来医院闹事的人 他也支持严惩 商人的凶手有着落了吗 没有 我们排查了交通监控 结果发现在那段时间内 被人做了手脚 全是监控摄像头太多 有利有弊 利的地方不用说 无死角覆盖 弊端则是被高手 入侵一两个摄像头 中心的同事 也不能马上知晓 如果不是有事发生 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能对叶宇晨 这样顶着四九成来头的人下手 这个凶手也太嚣张了 方浩 没错 敢在这样的时机和场合下手 凶徒的确有些本事 老李 你不要参与进来 继续先养好身子 李军想了想 还是听方浩的话 他是有想法去抓凶手 可就他现在还不利索的身体 只会去送人头 他道 网管那边也在全力监控 今天医院的事都会被屏蔽 他刚说完 就来了条信息 苦笑 哎 现在有些网络主播 真是挖空了心思想火 这不 有一个顶峰作案的 在你们医院做直播 还把我们同事的警号 给曝光了 扬言要人肉我们同事 真不省心 他跟方浩告别 先去处理这个网红小主播 方浩在坐镇到四点 没有什么事 就下班回家 跟家人吃了饭 方浩就在家里歇着 没多久周芬和苏楼到来 父母和周芬 他们到一边聊天 苏楼去看了看孩子们 热闹一番 然后就到书房 找方浩 老公 怎么不来林浩 我有你想要的消息 你不想听吗 苏楼埋怨方浩一句 今儿他可是抽出时间精心护理 就等方浩过来 然后共赴乌山 定然美妙不可言语 可方浩没理他 真是折杀一只春美 你不会不知道吧 明天中午 我送爹娘回村 所以今晚我得回来陪陪他们 方浩将抄写的 郑凯扁鹊一书给苏柔 道 叶宇晨的事 我一点都不关心 而且我也似乎猜到 是谁所为 肯定是张玉 这个女人的能耐 怎么会被你们抓到呢 所以 你的消息 价值不大 原来老公早就猜到了 要是我不下钩子 直接邀请你过来 你或许就来了 我真是多此一举 爹娘在家又跑不了 你晚点回来又不是不行 苏柔拿出手机 将医书拍照下来 边问 这里面哪些字句 是显示碎眼的解读办法的 如果这么明显的话 你奶奶他们 就不用千里迢迢回江东了 解读方法的最终获得 还有别的医书佐证 加上我的一些想法 当时也仅仅是八成的把握 再看到你这个太爷爷 也就是张神医 有了更大的信心 才敢尝试的 如果你也学医 我就跟你详细解释解释 听着方浩侃侃而谈 苏柔都有点痴迷了 不由得赞道 老公 你越来越厉害了 不仅仅是医术 你的眼界也彻底打开 看待事物也更加周到 我真为你高兴 方浩就抬头看着苏柔 竟然有种错觉 在他进入的深渊中 看到他身体 有光散发出来 这个女人 他干咳一声 道 不要说这么肉麻的宫尾 我听着不舒服 哪有 人家是真心的 苏柔白一眼方浩 心存 要是爹娘不在外面 妈妈不在外面 郭兰不在外面 他就会扑过去 不管怎么都要和方浩愉快地 做一次 情到浓处 不爱不行 真心的吗 我看你另有目的吧 我了解过了 原美人没那么厉害 他不可能绕开苏家 来针对你 你还有张家的帮衬 给他一百个板子 他都不敢动你 你却说 是他逼你回来的 你可真会给我挖坑 方浩也隐隐地有冲动 但他能控制住自己 因为他现在的位置 也算如履薄冰 稍有不慎 他就要崩塌 身败家王 苏柔哥哥发笑 道 真是一切都瞒不了老公 我的确可以不回来 原美人 只是能让我难堪 他也仅此而已 而我一巴掌扑过去 他付出的代价更大 我回来 就是因为组织有人 跟张玉搭上线了 我来作为接班人 大概率会被张玉接见 方浩就问 张玉这人真的存在吗 我的意思是 是那个 活了那么多年的张玉 而不是被人冒名顶替的 应该是真的 但目前为止 组织还没见过真人 只是通过张玉的信物 确定是他 苏柔收敛神情 其实我也有点害怕见他 因为他手里 可能有我那些把柄 如果真有的话 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放心 你是孩子的妈妈 我不会不管你的 实在不行 我给你换张脸 方浩的神情 同样严肃 到最近我研究了不少 美容方面的医术 加上得到了一些 南疆古艺方面的秘法 我可以给你换张脸 可以做到 你妈都认不出你 那你呢 你还能认出我吗 你只要没化成灰 我都能认得出 就怕你故意认不出 那样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 再在一起了 老公 你让我接受过去 那我就接受 就算曝光了 让我失去父母 失去所有 只要你不放弃我 那我就无所谓 苏柔健方浩沉默 就知道 他不会说出来 只会去做 他奄然一笑 道 你不是说 初见我的笑容 就认定我了吗 那我就不能换脸了 我还要更美 让你一直记住我 都没有 不是补 ost 我还要不要 但我们这样的 我还是很正确 不停 此 но sick